泰鲁阁国家公园目前最夯的景点 三月吊桥 因为顾虑到游客旅游的品质以及安全 管理处设有人数流量的管制 许多民众在网络预定都秒杀定不到 为了解决民众需求 泰鲁阁国家公园管理处 也预计在10月16号之后增加提次 来减少民众的遗憾 泰鲁阁国家公园是享誉国际的观光景点之一 今年才刚刚启用的三月吊桥 由于造型独特并且盖在峡谷之间 视野相当宽广 吸引了许多国内外游客 想要来到这里一睹风采 不过基于人数安全考量 泰鲁阁国家公园风景区管理处 有人数流量的管制 让许多外地游客在网络进行预定 都无法如愿订购到门票 除了部落湾之后也只能干瞪眼 要望三月吊桥心探 新竹过来之前就试着定 他就公布可以定的时候 我们就定了 两个礼拜前12点就开始按 就按不进去了 三秒钟就没了 所以我们还是希望他能够开放现场 开放现场 泰鲁阁国家公园管理处副处长也说 将在10月16号再一次增加字 来改善民众无法订到入园门票的问题 这个三月吊桥自从8月10号起用以后 广受全国各界的欢迎 所以上网预约的人数 大概是以秒杀的一个情况 但是为了维持这个整个 国家公园油气的品质 以及现场这个秩序的良好 我们大概还是会用预约系统 不过 恒卓整个预约状况 我们预计在10月16号 会卓升这个报道人数 从每场次200人提升到250人 也就是每天四个场次 有800人提升到1000人 那希望能满足各位需求 当然在四云月期间 我们会汲取相关的数据 还有民众的反应 来修正我们整个油气的一个管理方式 又有游客是在网路上订购入门门票 但是却遭到秒杀 无法如愿订到门票 只是假期已经排好 也只能来到太鲁阁旅游 在山岳吊桥门口望眉即可 没有办法走 看看吊桥也好 记者林杰收敏箱采访报道